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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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在很多学派或宗教中 也有着与此相似的概念 比如心理学中的小我 佛教中的我直 在某些情境下 心智一词有着正面的意义 但需要强调的是 语言并非完美的思想媒介 即使在语言上相同的词汇 在不同的语境和背景下 可能会有着完全不同的含义 因此 称呼本身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去超越语言 理解其背后的含义 这也是我们在学习任何知识和理论时的首项工作 心智系统的运作模式 常体现为 得到我想要的就会开心 得到我不想要的就会不开心 详细来说 心智充满了执着与渴望 他贪生怕死 充满恐惧和不安 想免于改变 免于痛苦 免于生死的必然性 他渴求结果 安全感与欢乐 设法全知全能 心智是随机出现不受控的思绪 他像幽灵般在头脑中飘荡 在他构造出的过去和未来的虚幻投影中漫游 它是人们脑海中的幻想 是一切苦恼的本源 我们的生物大脑是心智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也是最具欺骗性的部分 在当前的文明发展下 人们往往认同我们的大脑等于我们自己 那么与之相应的 我们的想法也等于我们自己 而今天 小万要提出截然不同的事实 大脑只是个器官 和我们的手足一样 是一个根据各种外界刺激 会做出条件反射的器官 那么在这个前提下 脑海中的想法不过是在种种刺激下 产生的幻视与幻听 而我们不必做在幻觉中跳舞的疯子 古罗马悲剧家塞尼卡曾说过 我们在想象中所受的痛苦比实际的要多 拿下雨来举例 小万从小就厌恶阴天与下雨 没到这时就会变得非常忧郁 但其实下雨本身并不是一件坏事 它只是一个自然现象 花朵和树木需要下雨 农夫也渴望下雨 而我却讨厌下雨 觉得它是坏事 这并非事实 这只是我的思绪 我自以为是的 想让老天爷都为我所用 左右着我心情好坏的 并非是雨水 而是我的心智 当我了解到这点后 我就意识到 自己不必再庸人自扰了 我也开始学会欣赏下雨天 即便遇到下雨没带伞的时候 我也不会抱怨或焦急地等待 我会毫不迟疑地静止走进大雨中 比晴天更悠然地享受雨中的漫步 任凭自己变成落汤鸡 这让我感到十分兴奋和有趣 成为了我的浪漫 而我们的种种情绪也何尝不是如此 情绪就和天气变化一样 是一种自然现象 既然我们不会去妄想控制天气 那我们也不必去控制情绪 我们并不需要处理自己的情绪 无需抵抗 也无需依附 只是静静地等待 一切都会过去 当你心里下起了雨 没关系 耐心等它过去就好了 我们愿意相信自己是那个可以撼天动地 改变一切的巨人 而事实上 世界的运行根本不会在意我们丝毫 这很令人心碎 不是吗 当我们不在意我要这个 我要那个心态看待世界 挣脱心智 放开小我 从主观的心理世界 从过往 执着 冲动 和情绪中 抽离出来 我们将会看到更为广阔的世界 我们必须看见牢笼 才能挣脱束缚 因此 我们首先要做的是 提高自己的觉察力 看见心智的运作 只要你留心观察自己的思绪 就会发现 心智在无时无刻地运转着 渴望 焦虑 懊恼 各种各样不由自主地杂乱思绪 在不断地产生 在我们的头脑中横冲直撞 犹如脱缰的野马 这些喧嚣的噪音 使我们难以专注 疲惫不堪 有一个方法可以帮助我们摆脱 那就是基于自我观察的冥想 在冥想时 你将自己提升到一个更高的维度 也就是进入一个客观的观察者状态 用意识来看见心智的运作 你会看见自己纷乱的思绪从何处涌现 犹如站在岸边观察奔流的河水 关键在于不要试图阻断河流 也不要顺流而下 我们只需要静静地待在河边 看河水的流动 不评判 也不论断 全然地接受一切 观察一切 你看见自己的种种思绪生起 放下它 让它走 再生起 再放下 随它去 不断地重复这个过程 渐渐你会发现 思绪不像那般汹涌了 自己也会变得更加平静 把注意力放在缓慢的呼吸上 有助于保持你的专注 如果在冥想中发现自己失了神 正乘着河流顺流而下 那你只需要再次把自己抽离出来 回到岸边 让注意力重新回到呼吸上 刚开始练习时不要心急 慢慢来 一步一个脚印 最初可以每天只冥想一两分钟 目的是建立习惯 适应后可以按自己的意愿 逐步延长时间 随着练习加深 会越发容易进入状态 走神会变少 我们也会变得更加专注和平静 不必太在意冥想时的姿势和形式 静坐冥想只是初学者的练习 因为我们的最终目的 是将这种冥想的状态带到我们生活中的每时每刻 也就是动蝉 当你了解并熟悉了这种观察者的状态 只要心智抗拒现实 感到紧张和压力时 通过内观和放下 便可以随时把自己抽离 从心智中解放出来 看穿其空洞的本质 看穿心智的假象 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再有所追求 更不是我们要消极被动地接受一切 而是意味着我们要比以往更加专注地 投身于我们的目标 因为我们不再受杂念所扰 我们准备自己 我们全力以赴 我们朝着目标拉起弓箭 全身贯注 孤注一掷 但是当见离贤的那一刹那 我们能做的便只是兴趣盎然的 看见呼啸而去 无论它最终命中何方 心智相关的讨论不会到此为止 今后我还会写更多关于这方面的内容 因为这个可能是我们人生中 面对的最大的价值观转变之一 也是我们人生中最负挑战的课程之一 柏拉图有个著名的洞穴预言 一群人从出生时便被捆绑在一个洞穴里 看着洞壁无法回头 人们身后有一个火堆 在囚徒和火堆之间还有些别的人 举着人偶和器物来来往往 火光在洞壁上照出明明灭灭的影子 人们以为这便是真实的世界 钟琴一生看着这些投影的表演 时而哭 时而笑 直到一天有一个人挣脱了枷锁 逃出了山洞 他看见五彩缤纷的真实世界 嗅到花香 触摸到粗糙斑驳的树木 他才知道 此前的一切全都是幻影 欲望得到满足 傻子都会快乐 我们当然可以不要醒来 留在洞穴里一生追逐幻影 任其摆布 随波逐流 但是如果你和我一样 相信人类的进化 绝不止步于脸上的笑容和欲望的满足 愿意以勇气走出黑暗的洞穴 追求超越心智的喜乐 好了 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看了今天的内容 和小万一起打破牢笼 获得自由吧 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 喜欢小万别忘记点击订阅哦 我们下期再见吧